印象完美 以為撐警就沒事 你多想了 廣東推數字灣區 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認證 英國HPI簽證計劃 港大留下 中大出局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 但11月23日星期四我是詠欣 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要感謝我們今天的節目贊助商 Keep Solid VPN Unlimited Keep Solid VPN Unlimited 是一款為數不多 可以在伊朗和中國等審查嚴格的國家 穩定運行的VPN 下面我們先來關注今天的第一宗新聞 政治表態已經深入娛樂界 就連本港明星在台上講話 都被玻璃心觀眾們要求說普通話、講國語 近日56歲的黎明在紅館舉行演唱會時 也被要求說普通話 黎明的神回應獲網民大讚 天王的EQ真是高 黎明在紅館舉行一連十場演唱會 日前他在台上發表錦言時 台下有人大叫講國語、說普通話 想知道黎明怎麼回應?廣告回來告訴你 現在很多港人北上消費、旅遊、工作甚至定居 你想不想在大陸可以自由上網? 包括訪問一些含敏感資訊的網站 而你在網上的活動可以不受監控的同時 可以保護自己的銀行帳號、信用卡等機密財務信息不外洩 另外在訪問你經常用到的網絡服務 和應用程式的同時 又確保你的個人數據隱私得到保護? 好,這裡給你推薦KEEP SOLID VPN UNLIMITED 一款可以穩妥解決這些問題的可靠VPN方案 KEEP SOLID VPN UNLIMITED採用創新的科技 以及獨家研發的VPN協議KEEP SOLID WISE 多年的實踐證明 KEEP SOLID VPN UNLIMITED能有效繞過中國防火牆 可以在中國穩定運行 好難被破解 此外用戶還可以使用加密貨幣匿名支付 保障用戶的隱私和安全 KEEP SOLID VPN UNLIMITED 亦讓用戶連接多台電子設備 不限數量 你甚至可以享受特殊優惠的企業版VPN方案 這裡還要給大家帶來一個好消息 在11月30日前簽購的觀眾朋友 KEEP SOLID VPN UNLIMITED 提供超級優惠的付費計劃 你只需一次付費即可終身使用 請立即點擊影片下方的Link 簽購 我們頻道的觀眾在簽購任何配套時 只要輸入專屬優惠碼KZG 即可享有8折優惠 另外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還附上在微軟、蘋果、安卓、iOS 和Chrome瀏覽器作業系統上 安裝KEEP SOLID VPN的詳細說明 非常方便 還有疑問?不用擔心 你可以聯繫KEEP SOLID的技術支援服務 一週七日 每日24小時 全天候為你服務 只見黎明不溫不火地說 你們懂聽廣東話的 我對你們有信心 講完還戳一下眼眉 型到爆 網民大讚黎明神回應 轉數快由得看 EQ高真是天生 我沒有愛錯 今次非首次有歌聲被要求說普通話 上個月 陳奕迅在澳門舉行演唱會 期間正當他慶高彩烈地和觀眾 以廣東話交流時 突然台下有大陸觀眾以命令的方式打斷他 大喊 說國語 說普通話 陳奕迅瞬間不悅 不過馬上恢復笑容 用泰文說了一句話來回應 引發在場觀眾爆笑 之後他在台上用國語教導該名觀眾 你可以說麻煩你說國語就比較好聽一些 但是你就直接說說國語 他說 我不是不懂說國語 我可以說國語 我可以說得很流利 你可以要求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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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任何語言 自己都會黑臉 有網民表示 很老實 現在明星開演唱會之前 要懂得如何處理這些危機 如果無法平復玻璃心觀眾們的情緒 就會帶來公共災難 會被批評不尊重中國人 再嚴重者就是不愛國 其實根本就是普通話霸權 以為撐警警察就跟你friend? 施主其實你想多了 說日前網上有條影片流傳 顯示在大埔斑蝶樓附近 一名穿灰色上衣長褲戴眼鏡的男子 懷疑因被抄牌期間遭到男警不禮貌對待 從而與三名男警員發生爭執 其中一名男警更加一度爆粗口 爭執期間眼鏡男子表示 自己在社會事件時支持警方 而現在這名男警的辦事方式令他很失望 該名警員對著男子說 我對什麼人就說什麼 其後被同時洗開 而在一邊拍片的路人 亦曾一度被其中一名警員阻攔 拍片路人就反問 公眾地方可以拍嘛 影片引發網絡意義 有網民表示 以為撐警就會冒死 以為是議員就有特權 以為支持就是體制內特權人士 現實是被人大大巴車到臉上 原來撐警犯法都會壞 原來的士撐政府一樣沒有政策優待 到最後撐了個空虛寂寞 癡心錯乎呀 也有網民開玩笑表示 撐警就要撐到底 抄牌就合作些咯 320就給咯 大家說自己有 吵什麼鬼咯 更有網民表示 警員爆粗口辱罵市民 都不是打一日的事 有什麼這麼出奇咯 你以為你撐警 警察就跟你friend嗎 醒醒咯 11月21日 廣東省政府辦公廳 發布一份超過8000字的 數字灣區建設三連行動方案 宣稱要達成粵港澳三地數據共享 推動三地政務服務一體化 包括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認證 一碼通關等 方案在2023至2025年分三連進行 2023年的人務是啟動數字灣區建設 與港澳三地建立數字灣區聯合工作機制 以及在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等重點領域 率先取得突破 2024年與港澳三地通過數字化合作 是推動要數資源流通、要數通 社會數字化治理等方面 形成政府引導、企業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共建模式 2025年基本完成數字灣區建設任務 實現大灣區數字化規制規則有效對接 數字灣區建設成為大灣區新的經濟增長點 全民沉悶永祥 下面簡單將重要內容跟大家講解一下 方案提及一個名詞 《要數通》是2024年的工作任務 目的是實施南數北上、北數南下計劃 將涉及個人的社保、戶籍、婚育、教育、醫療、 創業、養老、交通等數據透過百名單制度進行跨境流通 市評人馮志正認為 這裡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就是可以查到新來港人士在大陸有沒有置業 在香港有沒有濫用公屋等設施 簡單來說 未來全部的個人資料都會北數南下、南數北上 馮表示很多申請了新一代香港居民身份證的人都知道 今次政府收集了更多數據 包括婚姻狀況、就業狀況、居住地址等 這些都會被儲存在新一代身份證內 相信這些數據都會北上 方案為未來大灣區數碼時代指名方向 包括提出基座通 所有儲存數據的大型基建都必須在大灣區興建 商時通可理解為以一個廣東省手機程式 印度整個大灣區的商業合作 治理通、粵港澳三地政府通過數字平台 建立新的治理空間等等 馮志正認為數字灣區計劃 並非透過收集大數據等高科技手段去研究、分析或預測 並且與公眾分享資訊、方便民眾生活出行 事實上數字灣區計劃只不過將粵港澳三地居民、 商務等信息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數據庫 提供給一個使用者就是大灣區辦公室 這一政府機構 另外它認為數字灣區有暗度陳倉之嫌 比如很多越字頭程式、遇、越省心、越相通等 是內地對香港的搶人才計劃 談及今次廣東省政府發布數字灣區建設三連行動方案的背景 馮志正表示現任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坤明心懷黃圖大志 希望與廣東省的發展垂帆全國 黃坤明曾強調 要使越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 高品質發展的示範地、中國適然待化的引領地 值得一提的是該方案是由廣東省政府發布給下屬城市 並非由中央政府所以 那麼香港政府是否要配合這一方案 並如何在其中定位就值得關注了 香港政府說搶人才 結果搶到不少大陸專才 英國都搶人才 結果港大有得留下 至於中大 Sorry, you are out 據《追新聞》報導 英國近年推出高潛力人才 即是簡稱HPI的簽證計劃 讓過去五年內在指定英國境外大學獲得認可之力的人士 可申請簽證到英國逗留 期間有權工作、自僱、做義工等 而在本月英國更新了有關指定大學名單 香港只有香港大學可以繼續留下 而香港中文大學則被剔除 翻查資料 其實去年香港中文大學也在名單當中 但今年就被叮走了 英國指定大學名單中 以美國的大學佔最多 共有19間 其中包括哈佛、耶路、麻省理工學院 普林斯頓大學等著名學府 而中國方面今年有五間大學入位 分別是復旦大學、北大、清華、 上海交通大學和浙江大學 澳洲則有梅爾本大學上榜 日本方面有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入位 HPI簽證一般有效期為兩年 如果你持有博士學位或其他博士學位資格 則可逗留三年 注意,HPI簽證不能延長 也不能申請永居 不過可申請撤緩至其他簽證 例如技術工人簽證 根據英國政府網站顯示 申請者必須有能力支付210英鎊的 資歷評股費、822鎊的申請費 每年624鎊的保健費用 並確保至少有1,270鎊的個人儲蓄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上英國政府的相關網站查詢更多詳情 再次感謝我們今天的節目贊助商 KeepSolid VPN Unlimited 請點擊下方連接 購買一次付費終身使用的優惠方案 優惠期止到11月30日 請趕快行動 所有簽購的朋友KeepSolid VPN Unlimited 再給你30天退款保證 還等什麼?馬上行動吧! 好了,今天的香港就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明天見! 需要您的支持 ? 但是請問